大金这个位置 但是队友烂人这个时候开车过来 这不是暴露了吗 本来想埋一手 那就不埋了走了 好寒事啊 踏车波 对 非常的 寒事电击流打法 突然的冷静下来了 事情对吧 就看后续 里面内部的人的打斗情况如何 是的 看看能不能找个缝把自己塞进去吧 你看烂人这个时候 烂人就是找缝 找缝 完了呀 这一进去啥也没看 我有兄弟兄弟已经过来了 这烟酒的配合 烟酒配合 哇 风风和大金 这两下对面进顶还是拿到喷子在怼他 而且这是DSS的分彩 风风啊 是站了另外一边啊 这不是打了三天假脚 还喝一下 要打了 看一下更高点的小虎 已经摸清了 Pero的点位 哇 天关也过来了 还有一支队伍也来了 旁边的XCG一直在看 他看你如果打的不可开架 估计也想过来 分点 你刚说完 你刚说完 肯定就把Lan KK的分数给拿了 是 注意记下 不知道 完全不清楚 他这个地方是看不到 XCG在哪里藏着车的 特别 感觉自己 哦 他的位置里面点出来了 嗯 一支血 特别也要往后稍微收一收 KRG和悟空两边的一个静点交火 有机会服 玉玉还能服一手 95K赶紧开车过来支援一波 9K就停这个反波吧 嗯 停这个反波 然后限制一下2-type那个位置 是的 然后掩护一下队友救人 KRG的人头 嗯 那打起来肯定心态上也轻松很多 感觉 这个地方不知道悟空是怎么贴过来的 感觉KRG能把悟空这么轻松的放过来 防守上面是不是 有些输入 估计 我估计是一前一后的关系 从他们两个的位置 2004这里的话 也是被CDG打了 同时KRG 被淘汰 来看一下CDG这边啊 CDG 我不是已经补了一个 可以抢了就跑吧 嗯 看看有没有机会抢了就跑 那已经跳杀了 啊 龙哥哥这边已经跳杀了 RBS刚才鱼人是有拘过一个GFY的信息 但是并没有补掉 RBS直接冲了过来 哦 直接怼脸 直接冲到脸上 鱼人 哦 找了个缝隙啊 把马鱼龙给放倒 鱼人这不太暴躁 太爆炸了伤害 鱼人最近远近都很凶啊 我发现 对啊 武器大师 是的 还把位置给拿下来了 不过要从这个地方推还是有难度 对 因为RBS也过来了 RBS的我应该还是避不避不开这场印证 现在插了一个顺位 那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了 DFY就是直接开队啊 感觉有点拿了直接CDG想去的地方 但是不好说 这波被TMA给看到了 TMA是看到了DFY的架枪位 我阿毛有点勇了啊 拉着队友木琴 两个人直接冲到了DSS脚下 DSS正抽还没分呢 哇 无限吃闪直接翻出去 全摆 嗯 这些道具的成功率怎么样 哎呦好狠 现在JFY的位置太自闭了 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 耶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奇妙的乌龙 王哥把车点爆 然后把5V炸倒了 然后倒在蓝波面前 5V还踩上去的 他完全不知道 我踩过来这车怎么爆了 惊呆了老铁这是什么表演 5V估计人都晕了怎么回事 我踩过来这车怎么爆了 王莎莎 这个你要说背锅的话是谁背锅呢 哎呗 不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要沟通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啊就是你得沟通 嗯 王莎莎你得说两句啊 是的 就是你的车远一点吧 对就是你点这个车没有问题 但是你得沟通 哦又上角 SMS又是一波刷屏 之前提过来 但是这种状态确实很不错啊 来 打到了XCG 烂人 哦 愚人这一波趴下 是规避了烂人的预秒点 是 好雷 但这个手雷 猛手雷加枪啊法力无边啊 老师炸的那个地方抬不起头 猛射这边压力就不大了 无压力输输 嗯 嗯 哦 哎呦 Cobra王子 还是凶啊 我感觉Cobra其实也是逐渐找回了赛场的感觉 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亮眼 他的发挥 就刚回赛场的时候 这波这波好看了 直接贴了个正面 全是晋点 全是晋点 嗯 你瞬间没了 主要是RBSD 对第一波就RBSD一波 他把自己队友给撞了 这波 哦 六摇 这是确实是一个必杀的技术 必杀的技术 稳啊 很稳啊 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地鼠 嗯 出来露一下 然后藏一下 BGT有被劝架的风险吗 悟空已经过来了 但是还好学会回去看了一手 残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前面被全部淘汰 雪博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被 悟空发现了感觉 是 中边本身队伍就很多 这圈 又再抽吧 这个 给了I7这样一个局啊 一定要把自己这个山头给守住了 I7 嗯 这一下顺秒非常的漂亮 嗯 悟空是打光了DDT 防区 防区我感觉可能 SMS去的概率会比较大一点 有可能就两边直接都过去 对 天地局 被车寡胜了一下 哎呦 SMS直播好帅啊 就可以在车上打 他偏步他就要下来打 哦他现在 看门球 起算失误 少掐了一会 对 所以SMS这里就是吃雷 被抽 头顶有YOG 旁边有MCG 是可以看到悟空拉过来的 是的 这个排名的 但是没有放人很关键 你看就M4G 我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 M4G 啊 我 抓了不排名 果然一枪没了 这个空头真的是一个教训啊 是的 你背后还有悟空的人 你敢舔这个空头啊 兄弟 我但是他靠枪打 YOUGES BABY 双方激烈的护化 这个时候悟空在干嘛 悟空还不过来吗 有没有想过MCG在干嘛 MCG倒了一个 MCG旁边有SMS 他他他如果没有SMS 他早就可能抽到这个半坡了 现在悟空 知不知道这个花神在房间的位置 哦 知道的 哇悟空这把玩爽了呀 全是 这种优势家 他这个优势家 啊 你说 怎么说 有预测是吧 人头判断一下他们的手感 算了这个坡优势太大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手感的问题了 现在就是悟空也是在导致点尴尬 一会可能 一会应该是一个 四打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王鹏打了一个 你让我看 打的是 七个 坦克 打两个不难吧 完了坦克 我就一顿 马上就回家 DCS在杀人王 王鹏又打了一个 你快上呀 坦克 你 你 你 坦克 哇 四秒 打两个不难吧 没什么问题 还很稳 丢坑伞 请你写作业 哇 OK 六个淘汰 很稳 是的 很稳 就是这种最后关键时刻的发力